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故乡圣彼得堡 S.T.Petersburg 近日下起大雪 最诡异的是当地下的雪不是银白色 是带着蓝色的蓝雪 而这一切可能与近日正在拆除的化学药物研究所 Chemical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Institute 所以当地赶紧把蓝雪送往科学实验室检验 列宁格勒州 Leningrad Oblast 上周突然降下蓝雪 引发不少市民担忧 担心空气中含有毒性物质 让降下的雪被染蓝 有民众推测 圣彼得堡近日有一栋前三位化学医药研究中心的建筑物拆除 怀疑这是蓝雪的起因 当地专家认为 雪的蓝色可能是来自金属元素 Cobalt或医疗药物的牙甲蓝 Methylene Blue 不过俄罗斯当地2015年也曾发生过下蓝雪的奇景 最后发现蓝雪里的物质与复活结彩蛋上的蓝色色素成分一样 怀疑是工厂在制造时排放出的气体有问题 才让银白色的雪变色 终时电子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